各位觀眾晚安 歡迎收看中天亞洲台的總編輯時間 我是史哲維 首先我們要帶您來關注的是今天的新聞焦點 旺旺中時的民調2012三組候選人 最後一場電視辯論會之後 這馬菜的支持度只差1% 而其他的民調也很接近 今天我們的總編輯時間深入點評 現在選戰倒數了藍綠進入了肉搏戰 互相追殺宇昌投資案還有富邦北銀合併案 兩岸不能比 但選民分得輕嗎 還有北韓的第二代領導人金正日 已經促逝了 這朝鮮拜訟的局勢 還有27歲的第三代接班人金正恩 都面臨了挑戰 好的 今天的總編輯時間 我們為您邀請到的新聞點評來賓 是旺曝的社長兼總編輯黃青龍 青龍兄您好 請問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青龍兄 上個禮拜六就是2012大選的 最後一場電視辯論了 因為這一次藍綠雙英陣營 他們的民調被視為是膠著 所以辯論的表現 有沒有可能會影響選票 就成為了一個關注的重點 不過也就在事後立刻進行的 各家主要民調來看的話 這個變化似乎是不大 我們首先來看的是 這個旺旺中時民調的支持度 是這個38.5% 對小英的37.7% 兩個人的差距不到1% 聯合報的民調是馬英九41% 領先蔡英文的33% 然後差距是8% TVBS的民調是馬英九40% 蔡英文36% 兩邊的差距是4% 如果說我們看這三個數字的話 儘管各有不同 但是如果您看這個旺旺中時民調一貫的這個數字 或者是聯合民調一貫的數字 乃至於這個TVBS民調一貫的數字的話 他們自己的數字之間差距都沒有很大的變動 請您點評 是 那麼第二次的辯論會 那個之後的這個所有的電視台 或者所有的這個媒體做的民調 那麼跟他過去的民調比起來沒有什麼變動 我想他基本上反映的就是說 這一次的民調本身他沒有太奇特的話題 也沒有這個更新的一些刺激性的揭露 那所以呢 而且事實上從收視率來看的話 第二次的這個辯論會 因為新旗感已經消失 那麼更多的公民團體提的比較多是行政性的問題 那麼所以呢 相對來說呢 這個他都受到的關注度其實是比較降低的 對 那麼這可以理解 那麼再來呢 就是說從辯論會完了之後呢 我們看到出了一個延續的宇昌案的這個發展之外 再來就是說兩邊就繼續在互相丟泥巴 丟泥巴就是新旗的所謂的富邦的魚刺驗的這個 這個就案重草 對 就案重草 那就我過去多次看台灣的選舉的一個情況 像這一種互丟泥巴的這個的情況 基本上對選情的影響是微乎其微 他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影響 那這樣就順著社長您的畫風啊 就是如果從議題的角度來看這場選戰的話 毫無疑問就像您講的這個新鮮感比較消失了 而且議題呢都是屬於比較行政的 但是呢如果從政治面議題面來看的話 藍綠攻防最慘烈的就是蔡英文 所陷入的宇昌案 而長話短說什麼是宇昌案呢 就是蔡英文在扁政府擔任行政院的副院長的時候 他就大力的推動生物科技的發展 這本來是美式一樁 可是問題是他卸任之後啊 根據自己當年所促成的法律 以他家族的公司為基礎呢 用政府大量的金錢投資為方式來擔任那家生計公司的董事長 有沒有違法現在呢最高檢察署的特徵組是已經開始調查了 不過道德品格上有沒有瑕疵啊 就成了這個馬英九在辯論會上攻擊蔡英文的重點 不過呢另外一方面作為這選戰的策略 蔡英文是拿出了馬英九在擔任這個台北市長的時候 也就是社長剛剛提到的曾經被人質疑 而且已經被徹底檢驗過的富邦愚斥案當作反擊的火力 那目的也就像社長說的很明顯的 就是要打一個泥巴戰口水戰 來避免這個議題呢被藍軍設定陷入被動 一路挨打我們一起來看這則新聞 富邦集團的東亥南路招待所總共幾次你告訴我 你誠實的在這邊講 當年的馬市長站在市議會質詢台上 因為出席富邦經驗會遭透批涉及利益輸送 沒想到這個富邦案對對手緊咬將近十年不放 這一次民進黨又拿富邦宴窮追猛打 馬總統親自開記者會嚴正否認 還說當年的合併絕對是正確選擇 台北銀行跟富邦的合併呢 是在當時非常成功的一個合併案 我們合併之後 台北市擁有這個富邦40%多%的這個股權 使台北市增加了100億的這個價值 北銀富邦合併馬總統自信滿滿是成功案例 台北市府也出面背書拿出資料顯示 現金鼓勵從91年為合併前的9.721元 到合併後92年報增到13.88億 之後每年不斷成長99年甚至到23.15億元 富邦金控在合併當下 它的股東禁止是大於我們 而且是我們兩倍大兩倍之多 那所以基本上並沒有所謂 一小吃大醬的疑慮 富邦和平案對市府很有利 但民進黨還是緊咬馬英九 涉嫌收1500萬政治現金 但根據今年6月 富邦總裁蔡萬才公開在法庭說明 尼巴年要捐錢給馬英九 但卻被馬拒絕 當事人雙方都否認政治現金事實 但民進黨似乎選擇不聽 不論已經怎麼解釋 還是猛攻馬英九附邦案 設法模糊宇昌案焦點 專訊新聞網述明林波瑜 台北報導 青龍兄姑且我們就先不論事實 就純就這個民進黨把兩岸混為一談 在選戰的操作上效果怎麼樣 您剛剛已經講過了 打這個泥巴口水好像是效果微乎其微 沒有錯 因為事實上真正影響選舉的這個結果 他不是從這些泥巴裡頭來 為什麼呢 因為泥巴的話 你丟我一把 我會丟你還你一把 那麼他的各自的支持者 完全不會受影響 對 那麼其他的中立的選民 因為首先第一個是比例本來就比較少 第二個是當中其實都可以找到 他要去信的部分 信的部分 那我們回到這個個案來講 比如說宇昌案跟這個 宇昌案來講 我們在這節目上曾經談過 他並不涉及到 所謂的明確的違法的問題 陳如剛才的報導提到 以這個富邦來講的話 這個合併之後 對台北銀行本身 包括股東 包括存款戶的權益 有沒有什麼受損 其實沒有 他是成長的 宇昌案的成立 所以蔡英文的角色在當中 對我們國家的生技產業的發展 有沒有什麼不良的影響 其實沒有 而且他做的是一個正確的 一個方向的事情 我們現在質疑都是程序 但是這個程序 其實就跟我們一般台灣社會的一般 不管是商人還是一般人的感受來說 他沒有脫離太為逆的一個經驗法則 他是一個大家所理解到的 就是說他榮獲有一些模糊空間 這個模糊空間是一個社會相應承襲的 一個概念 包括我們要應酬 包括在這個籌組的當中 這個邀請相關的人在當董事長 那這個過程中 他反而是因為蔡英文已經退出了 反而還單純化 如果他現在還繼續在那個位置的話 大家還會問說 你是真的是用到特權 一直在享受那個暴力 我的意思就是說 就這兩個個案來講 為什麼我認為他在選舉的影響 是微乎其微 是因為這兩個案子 現在所爭的部分 他都不足以用來摧毀對方 所謂他長期累積的形象 很大的原因是他沒有明顯的違法 第二個是他的一個事件的樣態 是跟一般人 我們台灣社會一般人的 所謂的經驗法則來講 他沒有構成一個所謂的 大逆不道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對 比如說馬英九去吃魚市 不是大逆不道 而這個蔡英文開一個公司 也不是一個 他並不是 並沒有到這樣子 當然你今天說 我們要樹立更高的標準 更高的標準 好 那這樣子就來著 更高的標準的話 那是對大家都需要的 那就大家互相勉勵吧 互相勉勵吧 所以我才講說 事實上當然 過去的選舉經驗來看 真正影響選舉的因素 都是什麼 除非 第一個當然是候選人 第二個是選舉本身的樣態 兩個 三個 三個 兩個 這樣的問題 那麼再來就是說這個執政者本身的這個當時的內外環境 這些因素是很大 我們也談過這個2012年 其實自從金融海嘯危機之後 這個2012年對所有的這個在任者都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有人講說這個2012是一個 一個year 怎麼樣 就是anti-incumbent year 真的 連歐巴馬也很困難 很困難 而且事實上 歐洲已經有一堆國家元首都換人 對不對 這是馬英九現在碰到比較大的挑戰 也是以他的這個執政者的優勢在選舉當中陷入這樣的膠著 其他的這一些議題 我跟你講泥巴戰最後都是扯平 影響很小 好 如果說我們把這個事情回歸一下 換一個角度 就是說現在呢 大家對這個宇昌案 還有這個蔡英文在裡面的這個道德角色的質疑 大概有比較了解一些了 可是呢就是當年馬英九的父王余赤燕的話 這您真的是太清楚了 不過呢在請教您之前呢 我們先給觀眾看一個我們整理出來的圖卡 就是什麼叫做這個余赤燕 這余赤燕呢 那基本上就是說呢 民進黨質疑 馬英九呢 為了這個富邦合併北營的事情呢 接受了富邦的招待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 我們先看最上面2002年的8月8號是合併案 合併案結束之後的9月16號 這是第一次吃飯 然後隔年的8月11號是第二次吃飯 那另外呢 還有幾個機會是馬英九有機會碰到蔡家的人 這是2003年的1月3號 這是這個新生國小的家長會長 還有2月17號的敦安基金會的董事長 以及呢2月27號的高盛的邀約 換句話說就算有吃魚赤的話 那也是在整個合併案結束之後 這您太了解這當中的過程 告訴我們還原我們什麼是富邦案 富邦案就是當初啊 這個我們在搞這個金融的合併的時候 那麼當時呢就是富邦本身 它是一個銀行的這個金融集團 那麼台北銀行是台北市所屬的銀行 如果單純就富邦銀行跟台北銀行比起來 當然台北銀行規模比較大 歷史比他久 不過他當時合併的是用富邦金控 這樣的一個概念把這個在做持股的一個交叉 也就是說市政府就退出了金融 但是他還繼續持有這個合併後的富邦台北銀行 這樣的一個持股 那讓民間去經營 那我剛剛也講過就是說 坦白說看不出有什麼弊端 除了我知道台北銀行的原來的一些員工 他們有失落感 那他們認為說這個維持原來的公營銀行的保障更大 因為現在變成一個民營的銀行 相對來說可能有一些競爭的壓力等等 這些其他的部分我們從績效來看 就台北市政府的財政的一個確保來講的話 這個合併還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但是就算我剛才講的 魚刺宴的一個吃飯 我剛講你今天不管是合併前合併後 如果你要雞蛋裡挑骨頭的話 合併後吃飯我還是可以講你 這個叫後瀉 是不是還是可以這樣講嘛 所以我剛講說所有的這個魚刺宴 因為他並沒有脫離我們一般政商社會界所理解的經驗法 就是台灣的人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你說他有什麼多大的大惡不是沒有 就是中間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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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返的 人際往返的一個一個一個情況 那所以我才講說這個案子 很清楚的民進黨打這個富邦魚刺案 他就是為了緩急轉移焦點的一個泥巴戰而已 對 而這樣的一個泥巴戰您認為目前是有效的 我認為就是說應該講有效沒有效 因為事實上我並不認為國民黨打魚槍案會很有效 所以我認為事實上是在浪費社會的資源 OK 就算是這個禮拜六的時候 馬英九把這個辯論的角度 從這個弊案拉成了道德高度 您認為還是不會有很大的效果 選舉 選舉不是選聖人 社會上的人都知道 你要選出來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而且坦白說這幾年的這個發展 跟08年不太一樣 08年阿扁已經搞到臭惡名昭彰 這個渾身臭名 那個時候大家對於說要有一個比較清新的空氣 是有一種很渴望的一種呈現 那麼當時馬英九其實他不用講什麼 他站出來就代表了這樣的一個形象 那麼經過這幾年之後 其實這一塊大家都覺得說進步很多了嘛 這一塊是它的有什麼好想要的 但是今天要請問一下